哈喽 大家好 我是好人家那一燥 我们和萌萌说就业 今天我们依然是特产零食大赏 今天我们来到哪个地方 我老家江苏 我们看看有什么是我没吃过的小零食啊 哇 那你从小有什么有生的东西呢 因为我们江苏是三太宝 哦 大家都分得比较开 我出生的那个地方 别人吃的那个地方都是没吃的 所以今天如果我出现了一些我都不知道的东西 正常 都正常 第一个我就没吃过 粽子糖 啊 粽子糖是一种苏式硬糖 9块9毛钱200克 听起来就很 听起来 它不是用粽子做 它是形状相似的 哦 看起来好吃的 是的 而且这个还是有段传说的哦 这是一个江苏特产 江南特产 据说当年他们招了一个苏州的名医 进京给慈禧太后看病 就给太后吃了这个糖 慈禧太后就是 荣光返华 心情大好 然后就把这个粽子糖列为了贡品 还有很好吃 真的很复古这个糖 好吃的 很好吃的 还有点那种拉丝感 有一种我小时候的古早的感觉 现在的糖虽然说很花哨 但是没有这种口感 不咋甜 哎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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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的不咋甜 你信不信 法不相信 算了 但不是 放我床头 我每天晚上刻一刻 生活辛苦的时候 拿一点小甜蜜出来 是不是 下一个 厉害了 什么 韩复兴的盐水鸭 真的过年特产 南京特产78块钱 980克 而且南京吃鸭子 可以追溯到春秋战果时期 没有一只鸭子能活着走出来 是的 盐水鸭是南京的一个特色 但实话说 很多宝贝其实可能不一定 吃得惯盐水鸭的味道 你吃得惯吗 我吃得惯啊 哎呀 这咋吃 还有鸭头啊 我好害怕 怕这种 你帮我撸一个腿下来吧 哈哈哈 就是打开包装之后 就有非常浓郁的那种 盐水卤鸭的味道 其实整个塑风包装 如果是我的话 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吃板鸭 就盐水鸭在那个什么 高铁上面打开来 真的有点夸张 哈哈哈 吃个烤鸭倒还好 好香啊 对 在南京的那个什么 很多饭店里面 它是会直接上一个冷盘的 你知道吧 来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虽然看起来是塑风 但是说实话超香 巨香 它不仅可以直接吃 它可以去当做包汤来用 非常非常的鲜美 可以包那种我们老鸭汤 我直接分一个鸭腿来尝一尝 哇哦 哦 这个挺好吃 好香哦 肉质很鲜嫩的 好吃 看起来就是巨香 我扒开的时候好香哦 它什么味啊 咸水味 哈哈 所以盐水鸭就是盐水鸭 对不对 没什么味儿 就是咸咸的感觉 但是肉质你看 它肉质上面是有点这种油润感 皮薄肉嫩 清香爽口 而且它里面肉质是有一点点油亮的光泽感的 嗯 你尝一口尝尝 这个你别女的能吃 好香啊 是不是 而且它的肉 比于嫩和老之间 它不黏牙 它也不是非常的那种软呼呼的感觉 其实没有什么腥味了 是是是 我觉得这个真没什么腥 它其实跟在电影的吃感是一样的 因为它盐水已经用盐水滷过的 没骚味儿了 好吃的啊这个 下一个 小孩儿酥 徐州特产 听说徐州的小朋友们 小时候的口袋里面都有一个汤 有没有徐州小伙伴可以举个手证明一下 然后9块8毛钱55个 像花生的 好香 里面就是有点像大白猪那种 一个个的花生酸糖 你看这肯定好吃 过年绝了 比萌酥还酥 好好吃啊 这个 这年小时候也没吃过 没吃过 没吃过这个牌子的 我吃的常常徐福记什么的 对 好好吃 这个过年的时候可以当过年小零食 好香的 什么花生啊 对 其实我小伙伴 没小时候吃这么好 里面的糖 有芝麻 白砂糖 还有那个花生的香味 在嘴巴里面就一口 哇酥 超级好吃 下一个 松人枣鸣饼 这我小时候吃的最好吃 日文巨高就最好吃 哪特产 苏式糕点名点之一 哦也是 对 27块5毛钱500克 起源于清朝乾隆46年 距今有200多年的历史 在我说那个时候 就不是普普通的人家 能够吃到这个北 大户人家 大户人家 不是两额大户吗 然后吃之前可以稍微热一下下 里面的内馅呢 是枣泥 猪油 还有松人 看起来就好香啊 然后你稍微热一下之后呢 它里面的猪油会那种 僵化 胃化的感觉 就是很润的 糖尿化和我 嗯 是有一种那种 糕点的感觉 枣泥香 对 它不是饼 它是糕点 就是苏式小糕点 然后可以配茶吃的 对 它只是形状像饼而已 而里面那个枣泥 实话说就做的那种很糯 很灵魂 不打甜 而且外面的芝麻很香的 这个很好吃 很精致 和那种普通的枣泥不一样 它里面那个枣泥 咱吃出来就是那种很纯的那种纯枣泥做的 不是那种枣泥粉啊什么冲的那种感觉 而且是里面整颗的松子 嗯 那你也知道松子 我以为只有我有 但是它的松子不脆了 已经酥了 嗯 下一个好吃死了 津津乳汁豆腐干 苏州特产 其实无锡也有 17块8毛钱 360克 甜豆干 嗜甜如蜜的宝贝 冲 我上次好像去魔术家吃到过这个东西啊 哎呀我们家就很爱吃这种东西 我从小就爱吃这种东西 因为它那个豆干是超级超级润的 被列为了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 吃到嘴巴里是那种很醇厚 不会很突兀的甜味 很有韧性 也不会显得干 而且这个已经当了泡面啊 嗯 好好吃啊这个 但可能很多外地人接受不了甜的豆干啊 卤汁很浓 真的谁会不爱啊 不认管 哈哈哈哈 那尊重 大家就可以不喜欢 但你可以尊重到便利的习俗 别骂我了 我从小就吃到大了 很好吃啊 你吃那个卤汁超级Juicy 卤汁很浓 它不应该叫豆干 叫卤豆湿 嗯 它其实很像软软的糖酸肉 哈哈哈哈 对对对 像什么香菇肥牛 对对 下一个 苏氏化美 看得出来 江苏确实当年比较有钱的地方就是苏州 啥好东西都在那边 太多了 苏氏的化美 然后这里面是无鱼遮堂的 以前在古代的时候呢 苏氏蜜饥也一直都是朝廷供奉的家品 它和其他吃那种比较干的化美不太一样 它吃起来是那种软软糯糯湿的口感 它是比较软的那种化美 它好像蜜饭 对 而它那个肉就滑的润的 而它会稍微偏酸一点点 嗯 很好吃 还是软糊糊的 是的 像我们一般吃那种酒制化美它是硬的 这个牙口不好就可以吃它 我现在就有种感觉 就是你知道吗 吃完那个豆干 再吃完这个化美 就整个人会变得很嗲 哈哈哈哈 真的就感觉很嗲 就是那种 那么那么软软 说话 轻声细语的感觉 来无动软语的是有歌 上来 哈哈哈哈 好吃啊 这要昆米达吃 这很好吃 下一个 袜底酥 来自于昆山特产 这个可好吃啊 这个昆山不是酥热肉 大家说昆山是蓝鸣 炸出来 对对对 非常市井的一款小吃 就跟它的名字一样 袜子的底部一样 但是很脆很酥 皮超级超级的脆 它很像烧饼 外面很酥 酥的掉渣 然后后面还有那个芝麻 它真的是一款烧饼 这个必须得拿手盛着吃 越吃越香 我吃了葱香薄饼 还有那种淡淡的甜味 嗯 是吗 这个好香 很像我小爷吃的那小熊饼干 葱香的 很像小熊饼干 对 真的啊 真的好吃 到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玩笑的话 开玩笑 就属于说 长相频繁 但吃起来是那种香 快得好的 那种小酥饼 我觉得今天这一条视频就很适合 让它当过年的小零食买啊 是啊 现在提前发 大约就是现在还来不及买 哪个不能就是放在过年的时候吃啊 尤其是适合像我们这种年纪大了之后 牙口不是很好的 哈哈 是不是 好 今天的江苏特产零食大厂就是这样 不知道你最心动的是哪一个呢 原谣江苏小伙伴 欢迎在评论区 给萌生留言一些些 你吃过的更好吃的小零食哦 或者其他省份的同学 可以把你们的特产发出来 让我们也许可以凑一下 人家工北三审 然后是一个集团出的好吃的东西 动力啥的 实餐太棒了 每个产生一个特产 好 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 爱你们 播